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Poor英文 欢迎收看英文好好学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旅游英文轻松行 今天要介绍旅行支票的表达方式 旅行支票和一般可使用的货币一样 只是多了一个签名的步骤 店家会确认本人的身份及签名之后 才会直接进行交易 使用旅行支票的缺点是 有些小型的店家不收 优点是 旅行支票遗失的时候 可以申请挂施 不会损失金钱哦 接着让我们来听一段对话 不信息 总是 不信息 将会在一段税前提到 更多的别的号码 会上证 OK, Thank you. What's the total? The service charge is 100 Taiwan Dollars, Ma'am, so it comes to 30,251 Taiwan Dollars all together.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Could you take it out of my account? Certainly, Ma'am. Have a good trip. 大家有聽到那位出納員如何稱呼阿米嗎? 他用 ma'am 這個字 ma'am 是口語上對於女士的尊稱 而正式用語是madam 稱呼男性時則是用sir 這兩個字在以下情況使用 1. 對方是年長或身份地位較高者 2. 用以表示自己的低姿態或謙卑 常用來稱呼不太認識的人 3. 服務業對顧客的尊稱 例如 How may I help you, sir? 我能為您效勞嗎?先生 下一個字 denominations 面額 多用複数型 在美國 一般零售商店或超市 不接受較大面額的紙幣或旅行支票 普遍接受的面額是 1元 5元 10元 20元 50元和100元都屬於大面額 下一個用法 Service Charge 手續費 這裡的 Charge 表示費用 一同 Fee 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費用的表達方式 Admission Charge or Fee Rental Charge or Fee Monthly Charge or Fee Transport Charge or Fee Storage Charge or Fee Repair Charge or Fee Maintenance Fee Late Charge or Fee User Charge or Fee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旅行支票的樣子 Signature Pay Counter Sign Face Value 最後我們來介紹一下旅行支票的安全使用手則 1.旅行支票要事先引印下來 或是將旅行支票上的編號記下來 然後在旅行支票左上角的出籤欄簽名 2.要用的時候才在 Counter Sign here in the presence of person caching 這個欄位簽名 並且要和左上角的簽名相同 3.購買時的合約要跟旅行支票分開放 以便旅行支票遺失時可以申請補發 4.如果旅行支票遺失了 合約背面會有全球掛施支付電話 再依照指示進行求償事宜 5.記得到國外要將旅行支票換成現金 要先比較一下各家銀行的手續費 因為有些銀行手續費收得很高 有些則是不收手續費喔 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旅遊英文輕鬆行 我們下期見 Have a good trip 掰掰 好不好學YouTube頻道 也歡迎到我們的臉書粉絲專頁上 最終或按讚喔 我們下期再會 請坐下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